11岁的银鸡猪抱着比他高几头的甘蔗 他纵失很累 咬牙也要坚持下去 如果不想挨饿 只有努力工作 他的手指有残疾 用不上力 劳动多了会很痛 他都要忍着 没有钱去治疗 他曾经也是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孩 父母下地干活 他只需要在家等着 碧捆分量十足甘蔗压在稚嫩的肩膀上 他的脚步很沉重 每走一步都要用力 害怕摔倒 他需要把甘蔗送到四公里外的地方 累得气喘吁吁 额头汗水直流 我们11岁的时候还在安心上学 每天想着看什么电视 玩什么玩具 打什么游戏 对比一下 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幸福了 迎击珠获得今天的报酬 他想要买一点吃的 一天都没吃饭 来到商店 他有钱也没舍得买一整包木薯粉 只买了五分之三 剩下的钱他需要存起来 这是他上学的学费 回来以后 借了邻居奶奶的锅就要煮木薯粥 每天唯一顿饭 是最开心的时刻 邻居奶奶说 迎击珠的父母四年前去世了 就剩下他一个人 他每天要找工作养活自己 还要存钱上学 真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孩子 我们11岁的时候会工作吗 会照顾自己吗 再看看现在的11岁的小孩 还都在父母怀抱里撒娇 虽然今天吃了饭 迎击珠忧心忡忡 明天找不到工作就要饿肚子 他要努力找一份工作 晚上天气很冷 迎击珠躺在冰凉的草席上 没有被子 只能升起一把火取暖 他说很想妈妈 妈妈在的时候他什么都有 不用饿肚子 只要好好念书 真是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没妈的孩子像奔草 太可怜了